他穿了一袭黑色丝绒露肩顽礼服 上面装饰了不少绿色宝石 看起来满身的珠光宝气 32岁的宋茜已经打拼出了一套大房子 他曾在韩国拍摄IPKN化妆品广告 创造了几百亿韩元销售神话 韩国甚至创造出一个宋茜效应的词 来形容他所创造的风洞 家中院子大找向球场 沙发价格高达几十万 他在家中随意一件睡衣 看起来跟普通女生没啥两样 价格已经超过了五位数 宋茜除了对自己大方之外 他又有一整层公司 一人乃全公司 对于员工更加大气 送手机送iPad 简直不要太大方 这和他在韩国的经历一曲同工之妙 宋茜作为FX组合中唯一一个成年人 不得不参加各种综艺 为组合打开局面 一天跑三个综艺节目 工作满的没时间睡觉 都还只是小意思 韩国综艺节目对待IDOL像一向苛刻 所以他一口气喝下八个生鸡蛋蛋黄汁 忍住剧痛单手 劈筷子 举着20斤大米在太阳底下暴晒 常人都要难以忍受的行为 宋茜在24个年龄 演得不眨的去做 因为在韩国偶像产业 五天就能出一个IDOL 随时都会被后浪冲走的紧迫感 实施压着宋茜 直到2010年 我们结婚了 宋茜成为也成了不少人的寒流初心 连安琪炫公开表示 宋茜是他的理想性 宋茜在韩国拍摄化妆品广告 仅是一个粉底的单品 就创造了日销30亿韩元的销售额 之后更是创造了700亿韩元的销售神话 创造了宋茜效应 在韩国的时候还被称为大陆美貌奇迹 宋茜积累的高人气 以至于他不在韩国 韩国偶像价值榜上仍然有他的名字 赵丽颖拿着奖高兴的发表获奖感言 然而台下的宋茜却偷偷地撇了下嘴 结果这一幕被镜头捕捉到了 下一秒宋茜尴尬的调整表情 不出所料的这一幕 观众再傻也能体验其中的火药味 一个草根逆袭顶流的女明星 一个韩国物工天花板的女爱豆 两人本毫无关联的两个人 却因为2020年金英奖 想证明自己不是水奖 证明上一届拿下大满贯的迪利德巴不是水后 于是特意选在了奖项公开之时 来了一波清票行为 意在抵制刷票行为保证权威性 宋茜本来获得金英奖女神奖 穿着三十斤的华丽礼服 高高兴兴的等着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奖 一般女神奖获得不出所料的 也将会是最受观众喜爱女演员奖所作者 结果尴尬的是 在观众最喜欢的女演员中 本来在脱水前以91万票 力压赵丽颖的83万票的宋茜 瞬间被清掉50多万票 直接调到了赵丽颖和谭松韵之后 位居第三名 本来清票保证公平没错 但在开奖前突然秀一把清票 确实让一人在大众面前颜面实际 甚至还被质疑之前获得的女神奖的真实性 不过这还不是金英奖最秀的操作 他们在颁奖当天 赵丽颖上台颁奖走流程 镜头却突然切给了台下的宋茜 并且画面中她的表情是这样的 多亏在韩国学习的表情控制法 一秒钟换笑脸 才平息住场内事态的发展 宋茜在机场排队却被大爷骂耍大牌 但大爷如此愤怒 并不是宋茜用名气搞特权 而是大爷推着孩子不小心快蹦到他 结果被宋茜身边的保镖一把推开 结果大爷倍感冒犯忍不住破口大骂 尽管他不占领 但对宋茜的全副武装 不知情的人整觉得他在耍大牌 认为宋茜从韩国回来 什么没学会到学来了摆架子 与之前视他为耕种苗红的爱国女爱豆 态度截然不同 07年时宋茜在北京舞蹈学院读大二的宋茜 因为在第八届桃李杯舞蹈比赛获奖 结果被韩国星探发现就出国 在韩国造星工厂 每五天就有出道的情况下 别人练五遍他练二十遍 那些年他常常都是劈叉劈着劈着就睡着了 好在所有的辛苦都换了成绩 他成为组合FX的队长 后来迎来了一档恋爱综艺 结果直接成为韩国爱豆顶优 代言产品当天创下700万销售记录 是所有在韩国出道的国人中最好战绩 但在韩国出道的宋茜 从来都不掩饰自己的出身 不论在比赛中还是在节目中 宋茜都会强调自己我是中国人 他还经常在ins上宣扬爱国 而且还在上面宣传 国家的一些优秀作品给全世界的人看 先尊重自己才能让别人更尊重自己 所以即使在承受一些小稀巴的压力下 更多的外国人却对他竖起大拇指